这是妲己少女阿黎的第一代海报 妩媚中透露着性感 后来妲己全模型进行优化 策划专门设计了两张海报 让玩家投票选择 第一张的画风和一代完全不一样 虽然看起来成熟了许多 但玩家想看的地方是一样看不到 而第二张画风和一代差不多 并且更加性感 满足了玩家所想看的 于是策划就选择了第二张海报 作为第二代阿黎的海报 也就是现在阿黎海报的样子 第一代阿黎的模型和妲己圆皮一样 很好放 一时都分不清圆皮和阿黎的区别 由于阿黎是通过初级教学任务送的免费皮肤 所以特效平平无奇 但波涛汹涌的模型加上十点的发强 还是让很多玩家对这款皮肤趋之若乌 而随着模型的优化 特效的升级 这款皮肤对于玩家来说可以不用 但不能没有 这是现在阿黎的局内模型 出场的时候会给你送上一个大大的粉色爱心 相比一代来说 模型的精致度是肉眼可见的提升 要是能把服饰换成一代那么豪放的话 那现在的阿黎绝对是玩家最爱的妲己皮肤了 其实阿黎在优化前确实豪放了一段时间 虽然没有一代那么豪放 但对玩家来说也够保眼福了 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增加了不了 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虽然现在的阿黎很保守了 但特效确实比一代强了很多 这都归功于小王加入了新技术 让很多英雄的特效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那么大家是喜欢一代阿黎还是现在的阿黎呢